今天的影片要告诉大家 不要碰 Sambon Baya 那么 Sambon Baya 是什么东西 然后为什么不要碰 因为它可能导致你犯法 那么想知道 Sambon Baya 是什么 在影片的开始之前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我相信各位朋友或多或少 都会听过 Sambon Baya 这个东西 那么我就先讲一下 Sambon Baya Sambon Baya 其实就是在车子 没有个名的情况下 你把车子卖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继续帮你供车 等到车子完全供完之后 你才把这个车子割给它 那么这样子做对不对 这样子是做是错的 所以其实它面对的问题 不只是法律上的问题 还有信任度的问题 首先就好像我刚才讲到 如果你是以 Sambon Baya 的方式 去买一辆车 你们是没有任何的白纸黑字文件 证明你已经拥有那辆车的 你继续帮人家供那辆车 那么实际上那个人可以反口 讲我车没有卖给你啊 为什么你要拿我的车去 所以其实那个车子的所有权 还是对方的 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帮人家 把车子供完之后 人家反口的话 那么车子其实所有权 还是对方的 不是你的 那么除了买方会面对 这一些问题之外呢 其实卖方也是会有 这样子的问题存在啦 因为同样的 因为车子没有个名嘛 就是车子的所有权还是你的 那么当那个 Sambon Baya 的买方 拿了你的车子 去做了一些事情 例如讲可能 今天他 accident 然后例如讲可能他 撞了桃之后 因为当对方查到这个车子的 身份注册 依然是你的话 那么你就要负起这个法律责任 所以因此呢 不管是你是买方还是卖方 我觉得这个 Sambon Baya 都是一个不可以碰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到 为什么会有 Sambon Baya 这个东西出现 因为 Sambon Baya 很简单 就是讲对方可能车子 供不下去了 然后你想买车子 你又没有太多的这个 首顾或者是头期啦 所以你们就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就是你继续帮那个人 供车当车子供完之后呢 这个车子就是损你的 这样子才会有这个 Sambon Baya 的 concept 发生 而实际上呢 很多 Sambon Baya 的买家呢 可能他们本身的 budget 只够买 Saga 只够买 Myvi 但是他想买更贵一点的车 然后对方又想脱收他的车子 可能他供不下去了还是什么 所以就会达成了这个协议 就是讲你可以在这个 不需要给头期钱 然后不需要给保险钱 等等等等其他的费用下 你就可以直接获得一辆车子 然后每个月继续供而已啦 所以这样子的 concept 呢 我可以讲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其实他是犯法的 那么还有一类人会选择 Sambon Baya 就是可能他本身的这个文件 资料都不漂亮啦 所以他们跟银行贷款的时候 银行没有办法贷款给他们 然后你像那种私人车行 去贷款的话利息又很高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 以这个 Sambon Baya 的方式去买车 然后还有一些卖家呢 他们在车子 在做这个 Sambon Baya 的 所谓的手续之前呢 他会给你收一笔押金啦 这个是为了确保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利益 所以 Sambon Baya 就是大概这样子的 concept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讲到为什么 Sambon Baya 是犯法的 只要你的车子贷款还没有还清 那么实际上呢 车子的所有权是银行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变卖你的车子呢 你就要必须跟着法律手续去进行 把一些东西处理完之后你的车子才可以转走 不然的话你将会触犯这个1967年的 足够法令 Akta Saveability 如果你触犯了这个法令呢 你将会最高被罚款3万令吉 或者是渐进3年 所以千万不要得不偿吃单小便宜去触碰这个法令哦 我也有听到一些说法 就是这个 Sambon Baya 呢 他们会跟你list一个文件合约 就是讲明哦 你这个人帮我继续还这辆车 还完之后我会把这个车子割名给他 其实呢据说啦 这样子的合约其实是不奏效的 而且甚至有些人会跟你讲呢 这个文件呢 我们拿去这个警察局做一个认真啦 所以他是有法律效益的 不过呢 马来西亚的法律其实已经有讲明了 如果在你变卖你的车子 或者你要把车子转移名字给他人的时候呢 这个车子的贷款必须交清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合约或者这样子的一个认真呢 实际上呢 据说啦 并不据任何的法律效益 所以呢 你真的是以这样子的文件或者这样子的认真去获得了 Sambon Baya 车子的时候 这个问题或者危险性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呢 这个Sambon Baya 千万不能碰 因为里面太多这种门门道道 你不小心的话你可能就会陷下去爬不出来 而且我之前听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Sambon Baya 的买方呢 它每个月都定时的把钱给了这个卖方 但是卖方没有去还这个银行贷款 导致最后车子被拖走 这个情况下呢 买方只可以欲苦无泪啦 因为Sambon Baya 这个口头协议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君子协议啦 就是我们跟你讲啊我会这样子做啦 但是它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率的 所以就算你去找警察也好呢 找律师也好呢 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且搞不好你也会因为触碰了这个法令 然后自己惹上这个牢狱之灾 所以千万不要啦 所以这个就是Sambon Baya 的问题所在 我必须重申一次 Sambon Baya 在马来西亚 其实是一个没有法律效益的东西 而且你可能会触碰到这个法令 导致你被罚款或者会坐牢 所以千万不要碰哦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那么关于这个Sambon Baya 各位有什么要补充的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